夫妻学会这几招,让婚姻更眨得美满 有很多的夫妻在结婚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了感情变淡 甚至有一些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经常发生争吵 从而让婚姻亮起了红灯 虽然很多的夫妻并不想要彼此间的感情变成这样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维持 事实上呢,夫妻双方不如学学这几招 可以让婚姻变得更加的美满哦 第一点就是相拥而眠 一般睡觉时夫妻之间的距离是反映、彼此、关系最主要的表现 睡觉时如果男性经常的拥抱女人 说明两个人的婚姻是很幸福、很美满的 有研究发现夫妻睡觉时相隔越近 婚姻的幸福和性爱的满意度会更强 因此呢,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试着相拥而眠 这样呢,就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了 第二点呢,就是要经常说谢谢 由于结婚的时间越长 彼此会将对方当作是亲人 就会变得互相不客气 这样容易让彼此的感情受到影响 所以在平时我们要经常对对方说一声谢谢 说谢谢和说我爱你是一样重要的 这是对彼此的尊重可以提高感情的 第三点就是经常亲吻 夫妻亲吻越多,婚姻的满意程度也就越高了 不要认为啊,另一半会感觉自己很粘人 生活中夫妻多一些亲密的举动 如上班前或者是睡觉前给爱人一个深深的吻 可以很好地去稳定夫妻之间的感情 第四点就是妻子要会赚钱 有调查显示啊,多数的夫妻正在养育比较小的肉娃的时候 妻子如果会赚钱的话 婚姻亮起红灯的几率就会降低的 由于生活中很多的夫妻因为钱而争吵的比比皆是 因此妻子呢,要学着会赚钱 不要单纯的去依赖丈夫 这样也很容易让丈夫有无形的压力 久而久之就容易发生争吵而影响感情了 第五点呢,就是性爱多多 大家都知道啊,美满的婚姻是离不开和谐的性生活的 保持四度的性爱呢,对婚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性生活的美满可以让双方感觉到很愉快 相信呢,性生活美满的夫妻是不会经常的发生争吵的 第六点就是多一些沟通 生活中啊,有很多的女性 喜欢莫名其妙的就发脾气了 当女性发脾气的时候 男性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会认为女性呢,是在无理取闹 长期如此呢,就会让夫妻经常的争吵 因此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夫妻间就要多一些沟通 沟通可以让彼此知道彼此的心意 也能够避免争吵的现象 其实婚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 在婚姻当中呢,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就会代替了婚姻的浪漫了 如果没有用心的去经营的话 就很容易的出现问题 因此呢,不管生活多么的艰难 我们都要用心的去经营 适当的制造一些浪漫 才能够让夫妻感情更加的稳定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